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2021年 应该说至少2021年上半年的一个工作计划 我还是就是决定在我现在的工作的公司 接着就是续合同 那个续合同已经和我聊了 虽然工资基本上没怎么涨 15%就是我每个月的工资涨了15% 因为我的技术比较低嘛 所以涨了15%我就感觉就没涨一样 给我涨这种工资 就是他们也是那个老板 也是有观察我的工作状态 说我至少大半年的时间整个人工作状态不好 也不爱和同事沟通啊交流啊什么之类的 也是最近稍微愿意和人沟通了 不是一个人没有在那工作 所以他们就是考虑综合 再加上公司业绩确实受人的疫情影响也很大很大 这个合同继续再干下来 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 因为我本身是一种那种很慢热性的员工 尤其是我前面视频都有提到 就是我最近状态嘛 也是就是越来越好 一年的工作就是快结束了 我才开始找到就是一个稍微 稍微有点感觉那种状态 我水真的慢了 就是以前我上大学说 我给河边打羽毛球 对方我的对手换了三个人吧 四个人五个人都累了不行了 我说我才刚刚进入状态 我才刚刚热身 才刚刚热身结束 所以我就属于那种很慢热性 包括我说我不适应考试 也是这个月 比方说考试发下来 然后一个小时打铁时间 可是可能过了半个小时 我才慢慢进入打铁的这个状态 可能时间又快到了 所以我如也就是 怎么样了 考试不适合我 但是学习适合我 为啥学习适合我 我说就是我自主学习比较适合我 我属于耐力性的 就是属于那种落朵性的 就是我可以就是耐力很持久 专注力也很持有 但是起步 就是热身比较满 第二个理由就是 怎么讲呢 虽然因为我说工资 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和那所谓的上海的高线 那简直就差这十万八千里 尽管我认为我的 就是个人的能力 再加上我的一个学历背景 毕竟也是什么所谓海归 博士 但是我平时的工作 真是说实在的 我平时的工作的task 我知道公司的 就是一些实习生做 他们都可以做 甚至有些实习生做的 都比我还多 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 我觉得他们那些实习生的工资 应该没我高 除此之外 我还经常就是工作比较怕 我是离不开我们 就是公司 比较senior的developer的指导 所以有很多task 就是你要说 是我自己单独完成的 其实并不多 就这一点上来说 我做我现在这个工作 其实还不够称职 我还需要别人的辅助 还要更多的学习和努力 所以说这个 给我发这个工资 和我能够顺利 或为公司创造的价值 也是紧密相关的 因为我做的工作 不需要我 接受的博士 那些教育啊 科业啊 医学效果的东西 一点都不需要 对 所以就是我创造了 也就创造了一点点价值 公司也 也没有理由给我高薪啊 因为我还要别人带 我不仅不能带别人 我还要带还要被别人带 公司应运 只能说 比如我一开始认为的 要要稍微要好一点 嗯 他确实也有很多 就是让我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地方 欣赏的地方 比方说他会提供给机会 给这堂人 只要你有能力 只要你说啊 我要做什么 他不会就说来自你 他不会说不给你机会 让你去试一些新的技术啊 什么尝试新的项目啊 新的职位 比方说你要换项目 要多这个项目 你都可以和他提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以公众能力来判例嘛 就有 我也都有一点 很不好的一个 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习惯嘛 是不是就提到年轻人的优势 就感觉就是IT嘛 互联网 全都是年轻人的天下 就感觉到就是对他们的老员工啊 也轻视啊 什么之类的 可能他没有那个意思 他说就是语言的表达的问题吧 也许又是一种文化吧 他说我就慢慢信就好 但他并没有说 因为你年龄大 然后就就劝退你 因为有时候 我我我我我我 我翻翻信用一些国 我是很少看国内的一些 什么信用啊什么 但是有时候那个微信上面 有个什么什么story 什么之类的 然后会看到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说有些国内的 所谓什么大厂 谁都都劝退 30岁的就劝退 就是就是搞技术的人 我就是讲的 中国讲的太夸张了 第四点就是 整体来讲 我现在工作的公司 就是工作比较轻松 它是一个叫965的工作 就是早上9点 然后下午6点 它是因为中午有一个小时 休息时间 所以就是下午6点 但是你可以在5点钟离开公司 很多人都5点钟就可以离开公司 与国内很多所谓的9962什么之类的 比起来 我现在的工作 已经是非常非常欧洲化的一个工作模式 就是公司是鼓励星期一和星期五是在家办公的 所以我现在所带的一个小team 星期一和星期五就没有 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司里面 然后我们都要用room来meeting 所以基本上只有三天的开到公司里面 哎呀多一点员工 星期一星期五的时候就感觉像放假一样 公司吸一拉就没有多少人 尤其是星期五 一般上午还有几个人 下午就基本上就没人了 都下班了 有些看你的工作的一些职位 有些比方说你会有on call 因为是美国的公司 然后我们的时间不至少一个 一个晚上一个白天嘛 差不多这样吧 然后基本上如果对方那边发现有什么事情 然后就会靠你 但是因为我个人 我是做前端 我要做这个前端的小角色 如果前端有什么问题 他们我都不带那个list上 所以基本上不会找我 电话也不会给到我 所以我就基本上就突然就没有被电话给进行过 所以这个on call对于我来说和我没有关系 就因为有这么多的闲的时间嘛 我可以用来就是周末用来休息啊 然后做一些视频啊 做一些个人的project 然后等等 然后每周我基本上会有五到六天的健身 我下午下班去健身房啊什么 然后再回家 所以时间就是很充分很充分 和我在荷兰的工作 休息的时间放的时间差不多 最后一点就是 董双就是自由辞职的权利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这样 但至少我现在工作了一个 他就是说 就是工作活动是很灵活的 每次一天一年嘛 但一天一年就是你随时可以走 就是提前睡一睡就行了 也不随在什么 违约啊什么之类的 也有可能是我这个角色 太无处轻松了 就是很有口误 还是很不错的 很happy的 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这样 我忘了 因为我以前 我真的忘了 因为我确实没有带很多公司工作过 没有太多的经验 那个虽然有这个自由辞职啊 换工作的权利 但是我是继续待在这个 现在的公司嘛 就是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因为如果在换家公司 可能工资会高 也可能差不多 甚至可能比我现在工作还要低 都有可能 完了之后你要适应新的环境 还有可能就是我带工作 可能也就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又要出国了 都有可能 所以至少我现在的公司工作 时间真的很灵活 很轻松 随时也可以说 我在家办公不去公司 只要给他讲一下就行了 都很轻松 周末也都是自己的时间 晚上也是自己的时间 也没有什么工作压力 我最近做的一个project 是真的蛮有趣的 也带入Floter 他做了一个内部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中午的时间 又花点时间学习 我想想 也可以说在自己的个人project上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我的那个英文视频 确实好几个有没有过去 虽然我这个公司是美国公司 但基本上就是招人 那个时候当时是用学英语 但是进来这公司发现就是 真的不鼓励你说英语 反而是鼓励你 多写中文 多讲中文 我现在是把中文的东西 试一说了 反而英语的又不是